最近几天,俄乌战场上又出现了不少有趣的新东西。前几天美国国防部发生的战场简报泄密事件,让美军急忙彻查内鬼的同时。其中数据不分大规模的采信,各种社交平台,开源渠道,也让大家见识了当代美国情报系统的不可靠性。 另一方面也确认了,乌军正在接受大量的北约制式装备,武装了十余个旅籍部队,准备展开新一轮的大规模反攻。美军军事情报局的对俄情报靠网友,这笑话确实挺好笑的。 不过反攻的计划归反攻的计划,在真实的前线战局上乌军最近几个月的困境,依然是毫无改观,并随着近来炮弹与火炮的愈发短缺,以及机械化装备的不断损耗,而更加严重了。 比如最近在巴赫木特方向,乌军依然在利用俄军留下的最后一条交通线,源源不断地向城中剩余的街区填作战部队。 但由于乌军少了炮兵的支持,俄军可以越发自由地使用突击分队来引导炮兵。炮兵也不再需要不断转移阵地,来防止被反炮兵作战。炮火自然就灵力高效了许多。 这两天的视频看,乌军整个通向巴赫木特的数公里长的交通线,已经被俄军的炮击完全打成了死亡公路,密布着从坎克到装甲车,到各种皮卡车越野车的残骸。 乌军近来投入巴赫木特的预备队,大半都在没进入战场时,就被摧毁在了交通线上。 这倒也不是乌军的炮兵不努力,而是这一方向的乌军炮兵实在没法更努力了。 炮兵炮弹与装备双重短缺,是乌军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。 前几天网络上放出了一段对这个方向的乌军炮兵的采访视频,其中乌军一个炮组就提到, 他们这支分队已经耗尽了全部的炮弹,只能坐视对面的俄军向着乌军各阵地,倾泻绝对优势的火力。 而他们的上级指挥官,在知道,他们耗尽炮弹之后,想的也不是组织后勤给他们送些炮弹上来,而是要他们想办法克服一下。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缺炮弹,并组织他们作为步兵参与战斗,让炮兵这种宝贵的技术兵种作为步兵参战。 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乌军现在部分地域,面临的窘境的一种体现。 但这种窘境,却只是与俄军激战的前线乌军才面临的。 另外一些乌军炮兵部队,不光是没出现前线普遍的缺炮弹的情况,相反他们还能将大量的炮弹,用于炮击东乌俄空区的各种城市定居点,想方设法地造成平民的恐慌与伤亡。 甚至这两天,连我国的记者都挨了乌军炮兵的炸。凤凰卫视,算是我国各媒体当中最深入前线的一个了。 一直有战地记者在接触线周边行动,跟踪前线的动态,这两天他们的一组战地记者,在从巴赫木特完成一轮报道后回到顿涅茨克。 结果在顿涅茨克一个超市购物的时候,遭遇了乌军的炮兵轰炸,使用的采访车被炮弹直接命中,所幸是车上没人没有遭遇人员伤亡。 出现这种意外情况应该说一点都不让人意外。毕竟乌军对东乌平民区的炮击,不是一两次不是一两年,而是从上一轮乌克兰危机爆发。 亲西方的新乌克兰政府组建之后,一直持续至今的事情,虽然中间有两次明斯克协定要求停火,但过去的七八年时间里,白乌军的炮击,已经成了顿涅茨克与卢干斯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 只不过这次凑巧,乌军的炮击,一般都是瞄准人员密集的超市等地进行的。这次瞄准的这个超市,正好有我国的记者在而已。 应该说美国扶植的政权,在对平民重权出击这一点上,还真是有他们独特的相似性。 乌军用来炮击平民区的装备也是五花八门。 开始实施苏联老炮,西方开始援助M777之后,顿涅茨克城外的乌军第一时间,就得到了M777。 美国开始援助海马斯,乌军丢掉了皮斯基等顿涅茨克接近地之后,就开始使用海马斯,在更远的地方对顿涅茨克城去打火箭弹。 这次凤凰台的记者也是挨了火箭弹的炸。 之前西方舆论还有人吹嘘,乌克兰的炮兵,有西方提供情报支援,与目标指示。 所以远比俄军的炮兵更加高效。 而乌克兰的海马斯,更是可以在美军提供的坐标下,打击俄军的军火仓库与集结点。 但现在来看,俄军在前线已经拿炮弹炸出多条死亡公路,乌军遍地装备残骸了。 海马斯,还在不及不忙地轰炸顿涅此刻的超市呢。 从去年动员之后,卢顿二州的是陵南公民。 要不去了前线,要不进入军工或内务系统了。 乌军盯着大城市到底在炸个什么呢? 宝贵的海马斯不是去拿去炸素干水泥,就是用来针对平民,乌军的手段残忍的同时。 也堪称后现代行为艺术的典范了。 一边是反复地强调自己的炮弹不足,甚至到了要将炮弹耗尽,或者深管用完的炮兵当作步兵,投入到一线的绞肉当中。 一边是步兵以及装甲兵们反复哭诉,俄军有绝对的火力优势。 这种炮兵的绝对优势让乌军损失惨重。 同时,乌军却将很多的炮兵投入,到了莫名其妙的地方。 每天花费大量宝贵的炮弹与火箭弹去轰炸城市,去炮击战斧。 而且这种炮击城市针对平民与记者的行动,也不仅是哪一个乌军部队在进行。 是所有的乌军部队到前线都会进行。 就很让人怀疑,乌军如此行动的背后,到底在追求什么? 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? 我们也不知道。 一年只有五千发左右海马斯采购量的美军。 在见到乌克兰一日数十发地向非军事目标,砸宝贵的制导火箭弹,会不会觉得血压飙升。 但长远地看,乌军这种欺负不了俄军,就轰炸平民的行径,大概还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。 甚至持续到冲突双方正式停火之后,就像他们在之前签订明斯克协定之后所做的那样。 乌克兰当局在对待东乌与西乌的态度上,差异是非常大的,简直可以用一个天上一个的下来形容。 尤其是自俄乌冲突以来,乌克兰更是直接暴露本性,频频默许乌军对东乌地区的炮击行为。 据中国电视台凤凰卫视报道称,凤凰卫视记者卢宇光与摄影师等人员,开车前往顿涅瓷克采访期间,就受到了来自乌军的炮火袭击。 停在路边的采访车,更是被乌军通过海马斯火箭弹直接命中炸毁。 所幸卢宇光等人当时并未在车上,因此保住了性命。 据团队中的司机伊万表示,在停好车后他们就前往了超市。 但仅过去了一分钟的时间,就听到了炮弹爆炸的声音。 回来后才过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,就立即又有新的炮火袭来。 所幸最终团队并没有人受伤。 但据当时顿涅瓷克的消息称,这次乌军对顿涅瓷克的轰炸,共造成一人死亡,13人受伤。 据知情人士透露,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,是乌方在故意针对凤凰卫视记者的报复行为。 不管是乌军炮击凤凰卫视记者也好,还是征兵凤凰卫视记者也罢,都显然将矛盾止到了一起。 因为之前卢宇光多次报道了乌东地区的现状,大概讲述了关于自己这几年来,在东乌地区担任战地记者期间的所见所闻。 并且卢宇光还表示,在东乌地区最常见的,是那些乌军炮击后的留下的残骸。 也就是说这些年来乌东民众,是生活在乌军的炮火以及虐待下的。 乌东地区的乌克兰人也因此流离失所,在缺水少粮的情况下生活了将近九年的时间。 对于卢宇光所报道的这些,虽然都是事实,但却是令乌克兰当局难以接受的。 所以说对于这些个针对凤凰卫视记者的事件,很难不怀疑这是乌克兰当局故意为之的。